HELLO 大家好,我今天想用汽炸鍋和大家示範做一個 汽炸蒜香雞腿仔 這款雞腿仔大人、小孩都很喜歡吃的,我們一起去片吧! 首先我們將雞腿仔解凍和洗乾淨,再浸水和按摩 令雞腿內殘留的血水可以充分滲出來 我今天就是用這款日清的炸粉,我選了很香口的蒜香味 這包粉我在Donkey買的,大約$16,一包可以用兩次 我看現在很多地方都可以買了 我先準備好50g的日清炸粉,然後再準備一隻雞蛋 將它發勻後慢慢加到炸粉裡攪勻 其實用水來代替蛋也可以,不過我覺得用雞蛋可以令粉漿更加有黏性 可以更加容易黏住雞腿仔,粉漿都攪得很滑 就可以將雞腿仔放進粉漿裡,將它們拌勻 如果時間許可的話,我會將雞腿仔用廚房紙印乾才放進粉漿裡 不過今天真的很想冷一點,直接放進去 將氣炸鍋調到180度,先預熱5分鐘 再將黏了炸粉和粉漿的雞腿仔放進氣炸鍋裡 放的時候,留意不要將雞腿仔搭在一起 否則氣炸的效果可能會不好 搞定之後,就蓋上氣炸鍋 繼續用剛才的180度,先氣炸8分鐘 我們今次的氣炸雞腿仔會氣炸兩次 所以第一次氣炸完之後,只是其中一邊輕微的上色 我們要將雞腿仔反轉它,再氣炸第二次才靚仔 我這一部氣炸鍋容量較小 所以每次只能做到7至8隻雞腿仔 而且它不像蒸焗爐一樣的玻璃窗 所以有時要拿一個烤盤出來才知道做得如何 蓋上蓋子,今次將氣炸溫度調高至200度 再氣炸10分鐘 等了10分鐘,這個氣炸蒜香雞腿仔便出爐了 打開蓋子,裡面全部都是金黃色香噴噴的雞腿仔 其實為什麼我買雞腿仔 主要是因為我兒生小,現在三歲幾 想哄一下它多吃點肉 那雞腿仔細小,那就適合它的手仔方便 再加上蒜香味很香口,雞皮炸炸後又很香脆 雞肉又很嫩滑,真是大人小孩都爭著吃 最後多謝大家收看我今次的影片 除了這個Youtube頻道之外 我還有一個IG、Facebook專頁 和一個OpenRice的帳號 歡迎大家進去和我一起分享生活和飲食的點滴 那今天就說到這裏 我們下次再見,拜拜 拜拜